AudioJungle 这加剧了人们对某些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的担忧 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 2018年 中国的公司 国有企业 金融机构和主权借款人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将有4090亿美元 在安合理案债券到期 2019年为6190亿美元 2020年为6640亿美元 将要到期的 2.7墨亿美元债务战中 国资墨亿美元未偿付债务总额 包括永续债的一半以上 对许多借款人来说的一个考验是 在利率走高的环境下 新债的成本将会提高 按本标准投资管理 ABERDENSTANBARBIN BESTMEATS 新兴市 长高级经 既学家亚利克斯 沃尔夫·安拉托夫表示 如果公司必更高的利率 重新发债或借款 那将推高总偿债成本 RBDUGO等于 WIADOW ABSBYGOOGLE BUSH 考虑到近年来 中国债务狂潮的规模 预计更高的偿债成本 将给 一些借款人 带来压力 The Logic的一些分析师表示 有理由担忧 因为整个经济 建立在太多债务之上 这可能成为公司的压力来源 The Logic表示 2015年 发售了大量短期债券 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 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接下来今年到期 花旗集团 CITIGROUP首席中 国经济学家刘立刚说 我们担心企业债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大债务人 我认为相对于去年 今年将允许发生更多的违约 花旗表示 自今年前发生第一例企业违约之后 迄今已经发生89起 花旗表示 2016年有48起违约 尽管2017年减少到33起 但刘立刚表示 政府在允许国 有企业违约方面 较为谨慎 并且政府不会允许大面积违约 ASBUGO等于WIADOWABSBYGOOGLE BUSH 沃尔普补充称 在中国处理债务和信贷问题的一贯方式方面 有趣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将看到允许更多国 有企业违约的政治选择 直到不久前 在中国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上 债券违约都很少见 政府通常会介入 为陷入困境的发展者纾困 第一起在岸企业债券违约发 生在2014年3月 当时民营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 SHA&HAICHAORISOL ARENERGYSCIENCETECHNOLOGY 未能如期偿扶一笔利息 2015年 发生了第一起国企债券违约 违约方式电力设备制造商保定 TW18TNV 这起违约史分析师认为 这是中国政府更愿意让市 长力量 占上风的一个迹象 一些市场评论员是认为 在融资不构成重大风险 只评级中国离岸债权的目的 MUADYS近日表示 今年亚洲企业的债务到期 和之后的在融资需求将是可控的 他们表示 去年繁荣的债券市场 让许多亚洲公司 能够为在融资发展 他们补充称 2017年亚洲的发展速度达到空前